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 我这位朋友 我现在我就带着我内心的这种悲怆 我一路小跑来到你的身边 我现在问你 你觉得我有李大那么红吗 你说不出口 来 这位朋友 你别笑 我再问你 那你觉得你自己能红吗 我能 你大声一点 有点自信 是吧 你说能红 能红 说红就能红 因为你交通信号灯啊 我们这个行业啊 真的真相就是跟交通信号灯一模一样 很有可能真的你演一演 你就像这样 一下就红了 但也有可能你慢慢的你演一生涯 就像这样慢慢就黄了 我跟你说 但是最有可能的 就是像我们有一些青年的同事那些演员们一样 非常刻苦 非常认真的 每天工作都不顾家庭 到最后也没红也没黄 绿了 我告诉你朋友们 有的人可能也发现了就问我 说王建国你说了这么多 怎么没说到标签这个话题呢 都是我不好 但是朋友们 标签这个东西 它不是现在就有的 真的 那早在好几百万年前 人类都住在山洞里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了 你想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标签这个物体 但是有标签这个概念呀 一个普通的原始人 每天从山洞里起床 他能干什么 他就拿起一根长长的时髦 时髦这个东西当时特别时髦 完了他怎么办呢 他就穿上一堆树叶 穿上一堆树叶 显得自己树叶有专攻 他就关着脚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他就怎么办 他光着脚 他就走出山洞 他光脚了 他就不怕穿鞋的 他出去上能干嘛 他就打猎呀 因为他不会别人打猎 后来大家发现了 他这个打猎特别厉害 别人都强 他就有了标签了 标签就是打猎高手 能分到更多的食物 但是你想有一天 一个史前巨兽 袭击他们的山洞 大家谁也打不过就得踏上 你想他当时内心多么绝望 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标签 不是什么打猎高手 而是一个来自山洞农村的 普通女孩 你想一想 别人对你那种标签 你是不喜欢 分给你更多食物的时候 咋没见你拒绝呢 你说现在人类都这么多年 好几百万年了 一点都没变过 总想包了那些全部好事 不要那些一切不好的事物 咋有那么大的便宜 让你占呢 你还提起程序员 大伙说情商低 是不是 提起富二代 只会靠父母 提起一个扑扑通通的东北人 就是他们什么都不会 每天就会说你瞅啥 瞅你咋的 是都是偏见 但是你没得选 你就接受 难道还因为这个真的闹心吗 你们看我们柳妍姐 她就没有这种烦恼 因为别人瞅她的时候 她永远都知道别人瞅的是啥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 我可以走台三五五 很稳健 很稳健 大家好 我是建国 大家好 特别好 特别好 真的谢谢大家 那个 哎呀 张老师呢 其实都特可爱 每次介绍到我的时候都说 哎呦 建国啊 队员啊 到哪都是队员啊 去哪都没得 得不着讲 确实我认啊 我承认啊 我就是会写一点喜剧 我没办法会写一点喜剧 跑这给人当个队呗 我也想什么都不会啊 老老实实当个主持人 你说 没办法 对不对 我就是 才华耽误了 我开玩笑 开玩笑 我张老师私底下 很好的朋友 真的 咱们这集说朋友的话题吗 对吗 这集叫 你真的有朋友吗 我觉得 反正现代社会 很多人不配有朋友 为啥呢 脑子很混乱 你看现在有些人呢 自己的朋友比自己混得稍微好一点 哎呦 心里这个忌妒啊 这个恨啊 这何必呢 有时候我就想 我说人类的这个忌妒心啊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 会不会是我们就太古时期 我们都还是献人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猿人的时候 一帮小猴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产生了 你想那个时候 假如有一个小猿人 混得特别好 混得特别好 他怎么呢 就进化了 进化成人 你想他当时 他跟谁交朋友去 他看看周围的朋友 我的天呐 猴里猴气的啊 他多孤独 他不光是地球上第一个人 他还是地球上第一个 没有朋友的人 周围的小原始人 就嫉妒他呀 那帮小猿人 哎呦 你看他长那个样啊 身上那毛都没有 我们猴群有一句古话 说得好 嘴上无毛办事不劳 对不对 咱们不跟他交朋友 不跟他交朋友 但是呢 就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小猴 就说那不行啊 怎么能不跟他交朋友呢 他会用工具啊 他懂科技啊 猴子懂科技 这少种多少地啊 科技 对不对 科技这个东西 科技是原始社会的 第一生产力啊 你说这往旁边小猴就问了 原始社会生产力 啥是社会啊 不知道 发明一个吧 社会被发明出来了 但是我又思考 你说这个原始人啊 他是怎么进化成人的 他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 慢慢地就进化了呢 还是突然有一天 一个母猿猴 啪生个小孩出来 生个人出来 如果是一个猿猴啊 直接生个人出来 那真的挺惨烈的 你想想这个母猿猴的老公 他心里是个什么心情 抱出来自己的孩子一看 悲痛欲绝 找自己老婆就 理论去了 媳妇 你生的什么玩意儿 你不是说好了吗 你说的 你说老公 我要给你生猴子 你生的 你生的这什么玩意儿 老婆你是不是 媳妇你是不是背着我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女猿猴啊 更生气 这母猿猴 我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我跟谁呀 方圆五百里地 有这种生物吗 五百里地是啥呀 不知道 发明一个吧 伎俩单位 被发明出来了 所以说 我胡说八道 你真感兴趣的 去看看 学学生物去 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你交朋友 靠嫉妒没有用 靠的是你自己 要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你不能一天到晚指纹的 要人家这个 要人家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能真的变成 没有什么朋友的人了 好吧 好 我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王建国 谢谢大家 大家认识我 最开始应该是 从王子健的段子里 建国都能吃啊 怎么怎么样 所以跟我们同台这其他的演员一起来 我应该是从业时间最长的 但是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压力 我不怕输给别人 我觉得就尽量努力接近自己想 然后接近的那个目标就行了 讨厌 大家好 我是剑哥 我们这期主题叫 不是同类 那就拉黑 还问号 问什么问呢 拉黑就已经够不错了 没法拉黑的情况才可怕呢 你比如说你大王者 你跟你队友骂起来了 不但不能拉黑他 你还得跟他一同奋战 不然你就输了 我给这个没打过这个游戏的朋友 解释一下啊 就说这两个人啊 他们这个互相就憎恨 但是还不能没有彼此 就好像斯文的婚姻 没事啊 别觉得被冒犯 因为我啊 斯文和他老公我们好朋友 所以可以开个玩笑 你不能装手 不能乱开玩笑 你看我 我不能说 我说哎呀 我这两个人互相憎恨 你不能没有彼此 就好像杜海涛未来的婚姻 很不得体啊 不得体 不要这样不好 很不得体 对不对 你说你王建国谁呀 你王建国什么东西 凭什么评论我们海涛未来的婚姻 对不对 孟生姐 别往心里去啊 不一定是你 来来来 不要心里去 来来 算了 算了 工作 敬业 敬业精神 坐坐坐 其实到了没打出来 说明还是互相有一定的礼让的 对不对 你看现实生活中 人还是有最起码的礼让 但是游戏世界 为什么就没有了 我觉得很奇怪 你看我打王者的时候 经常 遇上那种人就特别可怕 你打完游戏不走 就留在游戏房间里 继续 继续互相吵架 我也不走 我给他们加油 对不对 这边人说 你说你打得那么烂 我说对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看看给人家气的 你们说你一打得才烂呢 你打得连狗都不如 我说对啊 你一个人 你连狗都比不过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都反思一下 这边说 我是你爸爸 这边说 我是你爷爷 我在旁边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给他俩气的 特别好啊 再说是王者 王者就是有那种英雄啊 特别能送人头 你知道吗 你玩过的知道 没玩过的 你活该啊 就是 就有个英雄叫哪吒 就哇 开大招飞过去 咔就死那了 特别惨 千里送人头 理清情一众 但是就特别奇怪 你说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 你这 这个英雄怎么了呢 别着急 我想起来了 没想到吗 聪明不聪明 很奇怪 这里面有一个 游戏设计的一个 小问题 啥呢 你说 哪吒卡 送一个人头 死了 不应该吧 哪吒这个人物 我们都清楚 他有三个头啊 你送一个 为什么死 你送一个 还有两个呢 对不对 你看哪吒那小胖孩 卡砍掉一个头 还剩俩 里面穿多厚的衣服 远看 海尔兄弟似的 多有意思 对不对 我就觉得呀 真的哪吒这个英雄 正确的玩法 是什么呢 朋友们 哪吒的故事 我给你们讲一讲啊 这个风扇演义里说 小哪吒 他去世过一回 然后后来呢 就是他师父 太义人人 拿莲花 给他化身 化完身之后 小哪吒变得特别厉害 就追着他父亲打 就天天 特别 就特别喜欢攻击 他的父亲李静 李静打不过他 为什么 因为哪吒毕竟 身体好啊 你想小哪吒 天天踩个风火轮 是吧 天天烫脚 很健康 打父亲不孝顺 对不对 后来呢 有一个老道 叫燃灯道人 看不过去了 送给这个李静 一个法宝 一个宝塔 扔出去 能震住哪吒 所以说哪吒 这个小朋友啊 从小就对塔的结构 非常熟悉 所以朋友们 哪吒这个英雄 应该怎么玩 应该去偷塔呀 我为啥扯这么远呢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把你打游戏的时候 你看你里里外外 能找出这么多乐趣来 那游戏呢 本身就是为了让你快乐而存在的 但是现在这么最娱乐的东西 反而让人越来越娱乐不起来 我很通行 作为一个死肥宅 我真的想跟大家说 我大家不要这样做 我非常怀念那种游戏 能单单纯纯给人带来快乐的日子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 我觉得建国 其实是一个 特首修演员里面的老炮了 他想出来以后 他会不停的一遍一遍的 问我们的演员 问我们的编剧以后再进行调整 然后建国其实是一个 特别认真的特首修演员 这些主题叫拒绝虚假 比确 但是我觉得真假这个事 不用太较真 因为太较真 可能就得不到 你最想要的那个答案了 那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想要这偷修小王嘛 但是 就一直不给不给我 看开了看开了反倒给我了 所以我觉得 别真是别太真实 太真实没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建国 这期讲 闭嘴 这期讲 比确实 我发现很多人活的特别不确实 就把生活活得跟电视剧似的 真的 现在有好多男孩儿跟女朋友分手之后 想挽回 也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就跑在一个大雨天啊 跑到女孩家楼下 就等着 哭等 一边等一边自我感动 觉得自己真是有情有义 真的朋友们 你们想这个道理啊 如果我跟你俩人 同时在大雨中等同一个女孩儿 你有情有义 我有伞 你说他能跟谁走 特别好 而且 你等的时候呢 还有的人就那样打电话给女孩儿 说你开个窗户看看我 你不下楼我就不走 跟你能着的 不走算什么特殊小技能啊 不走谁不会啊 我跟你说我胖成这个德行 最擅长的就是不走 你敢给他打电话 敢在雨中淋着 就是不敢直接面对他 就懦夫嘛 你上他家轮门敲下他家门 那能咋的有啥不敢的 就是不敢敲门这种行为 王林老师根本理解不了 就这些人的内心独白 真的都是这套语言体系的啊 就是在雨中孤独等待 任悲伤肆意流淌 你确定那个肆意流淌的是悲伤吗 真的不是鼻涕吗 你好好感受一下 你的悲伤是不是特别咸 我跟你说 就是 没事没事 没关系没关系 我不在乎 真的就这些人的病根是啥呢 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假如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电视剧啊 结尾肯定是傻样的 就是下楼 女孩下楼看你一眼 然后跟一个开豪车的走了 你呢就在那傻傻的看着豪车离去的背影 然后你就默默地觉得 哎呀我就怨天尤人 就觉得这真是物欲横流 很悲观这样不好 你可以积极一点嘛 对不对 看着豪车离去的背影 你不但不气馁 反而难难自语 哎呀这种啊烧电不烧油的豪车 我一定要买一辆低碳出行 对不对 为什么这里这么突兀 给你解释一下 这里本来啊 是有一个强植物的广告的 后来呢客户选我咖小 给别的大明星说了 我这儿不能空着呀 就改工艺广告了 所以真的 我这里不需要你们欢笑啊 我需要你们悲伤 真的悲伤 这假呀太有意思了 真专业 上台前一个小时开稿子 我给你改成这样 对你的品牌有什么好的帮助吗 有什么正面影响过 逗我呢 笑淘气 这是男生啊 有没有女生在某些时刻 特拿自己当回事 有 就是每天问 哎呀你爱不爱我这个时候 真的你们仔细想一下女孩 我爱不爱你 你自己心里真没数吗 我这么辛辛苦苦 舔着老脸挣的钱 我给你买衣服 是吧 给你买包 请你吃好吃的 那是为啥呢 你是灾区儿童啊 你仔细想想 就有好多女孩都是这样 有各种情侣 比如说现在大学生 刚毕业分手了 理由有的很积极 女孩说 要出国深造 考国外高等院校 是吧 完了之后 最后跟男孩分手的时候 说了一句经典台词 就问他 哎呀 我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因为我是那个男的 我真得气死 就我有没有爱过你 这个问题 我一直要回答你八遍 这你都记不住 你这个记忆里 能考那个傻 真的跟女孩子相处的时候 一旦啊 就是你在她无所事事的时候 你玩一会儿游戏 真的我这家 这给你几眼了 你说啊你这真是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你实话实说 还游戏重要还是你重要 还让我实话实说 我那么爱你 我能实话实说吗 我实话实说 多伤你啊 你不过就是 我今生最爱的女孩 跟游戏相比 你算个啥呀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讲一款 游戏大作的 整个的制作流程 从不算立项啊 就从找手制作开始 真的 一两百位 业内顶尖人士 历时那一两年 那就很家常便饭 制作流程非常辛苦 那你的制作流程呢 研发人员就俩人 十个月出场了 连点质检都没有 你想想这个质量差距 说到这的时候 就有的女孩觉得 我这是生气 你说你老爷们 对女朋友不好 还这么有理 真的朋友 你说你被一个玩笑冒犯了 这个难道不是极致的 太拿自己当回事吗 所以朋友们 我觉得人生没有摄影机 人生的舞台 这是个形容词 人生没有摄影机 没心没味 挺好的 对不对 最后呢 不祝大家比real了 我祝大家爱咋咋地 因为这样呢 就算我就是我比real了 对不对 先比为定 谢谢大家 今天建国在台上讲的 那个广告段子 被拿掉的事情 是一件真实 因为快要上台了 然后他段子被改掉了 然后特别着急 跑到会议室里面 问我们这个该怎么改 然后我们一下子没有空 他又跑出去 跑出去过了一会儿 然后他又跑回来了 说哇我终于想到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 变成了段子 就在台上表演出来了 而且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 照顾王建国会被写进段子的 另外呢建国真的是一个 特别认真 特别real的头修 这么多期下来 我这小王也拿了 总观众也当了 后期我也去剪过了 然后有的时候也表演过 有时候不表演就尝试了 我没有任何遗憾 我这这六强已经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了 我能不能进决赛 这就看观众 我就当自己的最后一期 这么说 所以我就想说一点 走心的 这说完之后说的不好 这多不好意思啊 朋友们是不是 你们好呀 我是建国 最后我们这一季节目啊 差不多了 所以我这回我就不瞎猜 你们想听什么了 我说的是我爱说的吧 我关于幽默 我最爱说的就是 我真是一点都不喜欢脱口秀 真的 因为你说的 老头火秀你得时刻关心 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呀 你得拿来改成段子呀 那其实我不关心呀 朋友们人生短暂呀 你抓紧时间 积极地活着多好啊 对不对 享受生活 你想咱们人类到最后啊 火葬的变成雾霾 是吧 土葬变成石油 变成石油的 可能还高级一点 啊 那这个变成雾霾的那些 得靠他们 对不对 但是你说你天天还嘚瑟啥呢 工作什么玩意儿 好好生活呀 嗯 我真的我在舞台上嘚瑟一点的 这个成就感都没有 下落舞台更闹心哪 你们跟异性吃饭的时候 说点什么笑会儿 逗他们笑了 他们一笑你觉得自己 啊很开心 成就感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呢 我跟女孩吃饭 吃一会儿 聊乐了 女孩啊 见过你正幽默 我什么什么感觉 妈呀 你又加班了 哎呀 就是你们 觉不觉得我是个幽默的人 就我不知道也无所谓 我就知道 我有时候挺搞笑的 对 但是你们知道我是怎么 变成一个搞笑的人吗 更更悲惨 就我上学的时候 你想我 又胖又穷 我怎么能吸引女孩的注意力 我只能逗她呀 我给她讲笑话搞怪 半小丑我就逗她 逗她哈哈大笑 我就想着 有着一日用这种手段 我能找着一个对象 找着个女朋友 对不对 你看后来功夫不负苦心人呐 我就靠着我这一身的幽默感 我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现在就是偶尔在路上 还真是有能找我合个影的朋友 我就 但凡啊我没有急事 我一次都没有拒绝过 那有人说王建国 你怎么那么闲呢 对吧 你怎么没有急事 我很红的 瞧起谁啊 我很红的 我急事很多 忙事很多的 是合影的人太少了 我 对 其实你们也都早就发现了 就一直我也红不起来 我也不知道咋办 所以我这不红 所以你合影真的 不光合影可以 你合的时候过来拍拍我肩膀 亲密的推散我一下 有的时候合影的时候 过来合影 这都行 都没问题 因为你们支持我就很感激了 但是我就有一个小要求啊 能不能不要一见着我 就一定要跟我开一个玩笑 干啥呀你一见面 第一句话 哎呀建国很关注你们节目啊 第二句话 哎呀你最近还打大的吗 这都是几年前的包袱了 你看来你也并没有多关注我们节目呀 真的 你为什么你们觉得说 在路上遇到一个搞喜剧的 就一定要跟他开个玩笑呢 那你在路上遇到周世明 你咋不想打你一顿呢 我真的我就下次我要在街上 如果走在路上偶遇周世明 我一定要过去跟他说 特别喜欢看你的比赛 真的你揍我一顿嘛 好吗 打坏了不要紧 没事医生也在路上走啊 你问我打坏了 我拦住个医生 特别喜欢你的医术 你救救我吧 真打出大事来了 那你我律师也在路上走啊 你就到最后给我打的 走都走不了了 我躺在地上 哎我就发现 所有人都会走 就我不会走 我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斗 类似这些话题以前李淡也说过 说点真心话 人家怎么评论李淡的 底下评论的 就刚红一点就开始膨胀了 我一看这个留言 我不怕呀 我不红啊 你总不能这么说我了吧 我就说点真心话 底下人留言 哎呦 还没红就膨胀了 不是 干啥呀 我 我真不是因为我现在就是稍微有了 就这么一丁点名气我就膨胀了 不是 我一丁点名气没有的时候我就这样 我一直这样 只是因为当初实在太没有名气了 你不知道 你无从知道 真的 所以 其实说来说就我今天就是反正也最后一回了嘛 对吧 我就发发牢骚 实际上我都开玩笑的 我对这个世界对这个行业都是有爱的 真的 我 我 我爱这个行业爱到什么程度朋友们 就是如果 现在有一份年薪一千万的工作摆在我面前 我会义无反顾的选择 你得从事它 那 对啊 得从事 但是如果有好几样工作 年薪都跟现在差不多 甚至比现在很轻松 我也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做喜剧 就这就是我对这个行业全部的 是吧 又高尚又踏实的爱 对不对 但是 但是真的朋友们 我对世界的爱就只有这么一点吗 就只有这么一点吗 不是的 因为我还爱着 我们的客户 因为有一步到位的知名味药品牌打喜 胃不痛 消耀痛 谢谢大家 见果科兽视明的内容 我觉得特逗 你会找一个喜剧演员 让她没事逗女玩 你为什么不会找一个拳击选手 让她打你的 我觉得这个逻辑好通畅 这就是建国的长相 他经常建立起来奇怪的逻辑 来让一些极端的事情有合理性 而我觉得建国的强大 恰恰就在于 他的这个奇怪逻辑的搭建过程 为了这个最后咱们这一期节目 这个决赛 我大概写了有三篇稿子 就三个大段非常不完整 都没有确定要用哪个 建国今天为什么不走台 我那稿子还得再精修一遍 我还好意思上来演 自己想到大王 想也得有那本事 看吧 看到一会表现吧 那我最后没拿到大王 没拿着丢人呢 但是 哎呀丢人呢就丢背 那还能打算多喝点酒 把这个情绪压下去 大家好我是建国 哎哎这要倒这要倒 最后一期的朋友们 总决赛 你们觉得我有没有信心拿到冠军 有 我有没有信心 有 朋友们我的性格你们是知道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会儿我拿到脱口秀大王之后的 获奖感言 而这个 有多少个 这个是一会儿我被淘汰之后的淘汰感言 我的性格你们不是知道吗 就是老是本分 凡事都想多做点准备 你看这个是我如果第一轮被淘汰的淘汰感言 这个是如果是最终轮决赛 被淘汰的淘汰感言 这个是如果我们三个平手 就是我的这个感言 然后 多做点准备总没有坏出 对吧 这是我的护照 对 对 这 这 这是我的驾照 这还 这是我身份证 这都做点准备吗 这边还带着这个 是吧 创可贴 创可贴 然后这个是 就是为了一会儿能让狗哥 就是能在我衣服上签名 就是特地给他准备的一根笔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为了让不让华少面子那么过不去 硬准备另一根 为了把这根笔写没水上 我写了整整一宿 对吧 总不能为了他的面子 我白瞎一件衣服 对不对 对 好 好 好 开玩笑 你都不能因为听完这个 你就打我 那不行啊 你打我显得你没风度 对不对 你没风度 再说了你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也没有用 哼 我有创个帖 好好好 刚好 穿起来 这东西太多 哎呀我的妈呀 真是 好了朋友们 刚才呀 段子都段子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但是呢我 我自己创作的道子 段段段 就到这里了真的 就到这里了 完事了啊 就什么写一宿 都是假的 我真的朋友们 我输定了 为啥呢知道吗 我现在胳膊也撑着了 我腿也疼 我就睡了三个小时 知道我为什么 就睡了三个小时吗 我昨天晚上 一点半洗漱完了 躺床睡觉 刚一睡着 接了一个电话 知道我们的策划人 又出去在外面喝醉了 需要有个人送他回家 那还能是谁去呢 朋友们 我当时那个现场是这样的 我刚一睡着 我电话零醒 我特别生气 我接下来说 我是谁呀 电话那边 不是 不是 我说 李淡的 李淡 对 行 什么事 什么事 行 合作也 行 又没人 行我去 穿上衣服打个车去 看着李淡扶着 是把路灯在那 我说你快过来吧兄弟 把手架在我脖子 李淡对我说 我今天问你说 对不对 我说对对对对 李淡说 我就知道只有你懂我 气死我了 而且你们知道 是谁把他喝成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辛辛苦苦请来的 这几位资深喜剧评论人 东东乡老师 古达白黄老师 你们咋回事 喜剧评论人就把生活活成喜剧了 我去了就质问东东乡老师 我说 乡总啊 好不容易请你们来评论喜剧 咋的 就出去拉着李淡去喝酒去 他喝酒还用拉着去吗 你有本事拉着他别喝酒啊 东东乡老师哈哈一笑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他你还不知道吗对不对 有一句俗话说的好 李淡改不了喝酒 人家 人家就是喜欢闻那个味儿 把我夹着李淡 我这家给我累的 我天我这你们不知道 我腰间蛮突出啊 但是我现在我希望你们 谁也不要再忘了这件事好不好 我累的不行 给他送到他家往地上一扔 我对他对象说 人给你送 人给你送回来 但是咱俩怎么能把他抬头床上去呢 李淡的对象哈哈一笑说 建国呀 你啊你谢谢你辛苦了 但是你没经验 把他弄到床上 你扶他那用得着动手吗 说完这句话呀 李淡的对象就打开冰箱门 拿出一瓶伏特加 盖一打开 盖一打开 李淡一闻着 李淡的对象拿着这个酒 来宝贝来闻闻闻闻闻闻这个啊 来闻闻这个 来对 来对 起来 好宝贝起来 跟着走闻 跟着走 对对 来来来 过来过来上床 好成功 真的朋友们 你们都看过猫和老鼠吧 就是那个汤姆猫 拿一个小奶酪 后面几根绳 扔到杰瑞面前 一拽打小老鼠就跟着跑去 所以我们李淡 真的你以后你的英文名字也有了 跟国际一线企业家接轨 捷克马 捷瑞里 是吧 这个梗是不是特别破 有梗就不错了 我今天就睡三个点过来之后 我就节目组就跟我说 你那什么 我说脱口秀 他说对你得准备两段 我说啊 他说你对一会儿可能咱们还有一个什么急性脱口秀 我说我就睡三个小时 两段 我讲点老梗行不行 节目组说不行你必须讲新梗 老梗不行 必须新梗 新梗有没有新梗 我说新梗 有有有有有有 我马上就要新梗了 你闭嘴 你还有脸说 所以今天我特别生气 我见着李淡 我就跟他说我就写了俩段子 李淡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吗 李淡说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还不熟悉我吗 我怎么知道 我就把巴拉巴拉吧 刚才那些都讲了一遍 李淡听完哈哈大秀 说你决赛就讲这个 我说你是人吗 李淡说哈哈哈哈不客气 真的人家这个策划人当的就是太太有心得了 写都不用写 就喝就行 他以前一直跟我说喝酒能带来灵感 整半天我闹明白了他喝酒能给我带来灵感是吧 不过说朋友们呢 喝酒这个事真的非常不好 你也不想喝的像他这个德行吗 我觉得李淡现在也在反省 他一定也非常后悔 千万不要学他 但是他也让我真的明白了一个事 艺术真是源于生活 我们这一叫人人talk 人人寿对不对 你不用像我们这样啊 把生活提炼到舞台上来 但如果你也能做到 就把生活中那些烦心事啊 就当成一个段子 哈哈一乐过去了 那你的生活一定可以更快乐一些 但是李淡啊 该多交点新朋友了 把这些快乐也带给他们好不好 注意交点身体好的啊 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国 建国可以说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领路人之一了 比较早的一批把兔口秀这个概念 stand up这个概念去宣扬开 他能够放下他着 也算是成名多年的一个身份 过来参加这个比赛 不管最后他是赢是输 在我心里他都是冠军 赏的王建国 我呀 你 好 好吧 好 一路平安 好 掌声送给王建国 那个啥 谢谢 还还还是我王建国 完了这还演啥 我哪比得过这两位大哥 我那天哪太棒了 你看人家华少嘴难那么快 我狗哥 不愧是我偶像 这家都快把自己扮出来了 还是那么帅 太帅了 谢谢狗哥 谢谢狗哥 谢谢 谢谢 我这个完了 我这就是破碗破水 那个我 我就瞎讲吧好不好 我抽的题目是啥来着 老李 啥来着 说话的方式 说话的方式 简单点 好 谢谢 谢谢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我觉得人说话方式 真应该简单点 你看我昨天 扛李大那时候 对不对 李大跟我说呢 这真的 他跟我说的啥 你见我 我都知道 他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朋友们 他想的是什么 他想吐 对不对 我这你得说说话方式简单点 说交流的事 交流 我觉得我们做节目 也是一种交流 对不对 我觉得我这个真是 我们这个节目挺辛苦的 挺辛苦挺辛苦 大伙儿啊 就是好好地演 就看一下吧 是不是做节目这么累 就最后一集了 你看一眼能咋了 是吧 看一眼看少演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 我这集节目 节目名字就已经前驴机穷了 人人talk 人人瘦 这是人话吗 人人talk 人人瘦 人人talk是可以 人人瘦 人人都瘦不显 那我更胖了吗 我们三个人这个title 也非常的可笑 全国三强 几个人看这个节目 全国三强 全国三强三强 你说这三强 我们有个三强两短 那怎么整 破不破 破梗之王 没事 看淡 看淡高兴 好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怎么收看我们节目的 不知道大家看得高不高兴 乐不乐意 气氛容不容下 然后但是呢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那个气氛就非常不容下 因为爸妈对我们那个交流方式 一点都不简单 很复杂很诡异 就是他们就全身关注 是吧 就一直准备着 万一电视里马上有点什么情侣亲热的镜头 俩人一抱着 咔就把我眼睛捂住了 还给我解释呢 这是因为我 听完我哈哈一笑 我说你解释什么呀 我都多大了 这件事我还不明白吗 你把我眼睛捂上 莫非 你是要跟我捉迷藏吗 我觉得家长的担心是多余的啊 我怎么可能我看个电视就学坏呢 我小时候那小学生是吧 我那课外课内的书呢 白看了吗 小学生也是读书人呢 我初级知识分子啊 对不对 你仔细想想我什么不知道呢 我跟你说 我上到除何日当午 主斗燃斗旗 下到鱼公一山 对吧 孔容让离 甚至更下到你拍一 我拍一 两个小孩坐飞机 我什么不知道啊 我什么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上学的时候 交那么多学杂费 我这知识都学杂了 谐音破梗是吧 没关系啊 勘弹勘弹 再说了 你当爸妈的真的你啊 对我真的有很多 正确的世界观的输出啊 对不对 你们有时候有正确的交流方式 说话很简单的时候 我知道 你们抱我是因为你们爱我是吧 爸妈互相拥抱是因为相爱啊 对不对 那我看电视里的时候 那情主一抱 我怎么就会想八音呢 对不对 再说我小朋友我是没抱谁的 我长大了我也会拥抱别人的吗 我小时候不抱别人 不抱别人 不抱别人 不抱不是不抱时候会到 真的让孩子多看看好不好 真正保护孩子的 不是你遮住他双眼的手啊 是你传递给他的正确的价值观 对不对啊 让孩子多看看 喜剧悲剧都对你有意义 真的 不管是无聊还是有趣 朋友们 人生如戏 看着没有 段子不够 金句应酬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